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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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8881 0600 以及03 8881 0700 而卫生部也会不时汇报疫情的最新发展 我国的新型冠状病毒治愈病例再有新进展 卫生总监达多农医上宣布 我国的第十起确诊病例 一名中国籍男子在接受治疗后 目前已经完全康复并且获准出院 成为我国第三名康复出院的病患 诺亦上发文告表示 这名63岁的中国籍男子早前在吉隆坡中央医院的隔离病房接受治疗 身体情况逐渐好转并且完全痊愈 他指出院方在治疗过程中并没有采用抗病毒药物 而是根据该名病患出现的病征对症下药 而该名病患也在2月7号和8号进行了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 测试结果都呈阴性反应 证实完全康复 因此获准出院 文告的最后 他也感谢我国的医疗团队 不断探索更好的医疗方案和防疫措施 使得我国的疫情受到控制 尽管武汉肺炎已经扩散到世界各国 不过我国目前并没有限制相关国家的进口活动 因为目前依然没有迹象显示 病毒会通过物品传染开来 尽管如此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将会和本地的制造业者讨论对策 以取得有关中国进口物品的最新资讯 该部副部长王建民表示 这项举措非常重要 该部能够从中评估 新型冠状病毒对本地制造业的影响 这关乎于我国的主要收入来源 他是在大马兴业金融有限公司的新年活动上这么表示 他补充 从长远来看 这一波疫情并不会对我国 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4.8%的增长率造成影响 香港一个家族19个人在年初二举行家庭聚会 无料当中的10名成员陆续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法语新闻稍后继续 发 самого时间 今天是意大利威尼斯狂欢节的第一天 许多民众都聚集在威尼斯运河 欣赏具有代表性的花船游行 新闻的尾声一起去看看 我是张忠霖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